很多人熱議的就是改裝機車展了 通常很多人聽到改裝機車 應該會先想到的是飆車或者是噪音 但其實改裝機車是很需要技術跟美感的 最近在台灣就舉辦了這一場 機車改裝工藝大賽 而其實機車改裝的世界冠軍選手 就在台灣 彈簧前叉 不敗經典的老哈雷 卻創新配備六個碟盤 既復古又有現代工藝 二輪車也能變身藝術品 你在起運的時候 其實是長這樣的 但是他在停下來的時候 我們希望他很帥的呈現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眼前這位葉瑋婷 是台灣唯一機車改裝世界冠軍 號召48名達人舉辦改裝車大賽 這一台超有型的改裝車認得出來嗎 它是B&W K1100 其實是一台退役的警用車 切掉了副車架之後 營造一種Cafe Racer 也就是70年代的復古街車風格 最大的亮點就是復車架的修改 理念就是希望他可以像 他的名字一樣可以非常的有充製感 另外這一台搖滾風的哈雷 流線尾殼以電是靠達人 把一片鐵板悄悄打打凹出來 這樣的改裝車至少耗時三個月 光是改裝費行情從三十萬到百萬都有 配置就是前後氣壓 所以它在不騎乘的狀況下 我們可以把它放到最低 人家在講的嘛 白改降為先 改裝車能在台灣越來越流行 也因為台灣就是機車零件業 引擎冠軍 小製晶片 電池 大製輪胎 保險桿都有生產 也有作品是去找台灣的廠商 特別為他們訂製比較特殊的零件 這也是有的 我覺得這個是台灣在加工業 其實不只是零件 其實台灣的訂製加工這方面 也是非常強大 台灣車用零組件 一年產值就破2000億元 帥氣的改裝車也成了台灣戰力展現 東森財經新聞台北報導 看盤不亂 趕快來按讚 東森財經二十四小時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 盤後交戰 東森財經二十四小時股市直播